2008年5月6号 畸形流破裂出院 台中坦子国中田径队员叶同学 罹患罕见疾病先天性脑血管畸形 他战胜4%的生存几率 在住院115天后顺利出院 在这一路很辛苦的一个情况之下 都好过来了 那我们也看见到他从四肢不会动 渐渐的一只脚 渐渐的两只脚 要加油 你最勇敢 最坚强 最不怕痛的 叶同学是在操场热身时 因为脑血管畸形流破裂昏迷 送到台中刺激医院紧急开刀 面对手术后极有可能成为植物人 医护团队从未放弃 结合中西医治疗刺激脑部细胞 你眼睛再眨一下 离开医院回到学校顺利上高中 读大学 年年获得新亚奖学金肯定 2004年5月6号 明兰慈济小学移交 慈济印尼分会在明兰乌朗湾市 援助三所国立小学重建 举行移交仪式 志工也送来全新的书包和制服 市长特地出席 同学以手语歌回报 欧浪湾由于地势低洼 每逢大雨或涨潮时必定淹水 学校都得被迫停课 即使学生来上学也很难专心 在学校上学校都会被迫停课 三千多坪的空地盖出二十间教室 两间办公室以及一间图书馆和宿舍 可容纳一千六百多位学生 1995年5月6号 首届荣董禁思生活营 一连两天在禁思经社举行 共有83位实业家和其夫人参与 接引更多的社会精英认识慈济 赛能也开始说 企业家最等的社会的影响很大 如果能够让这些企业家 能得到政治 政见 政思维 那么他回去以后 一定会影响到他们的家庭 进来影响到他们的企业 那这样的话 整个家庭都会非常地美满 整个社会都会非常地祥和 参加的学员大多为公司负责人 他们必须放下身段重新学习 同时适应精涉 简朴生活 都是在新讲堂 那在新讲大家都知道 就没有冷气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这些企业界来讲 就是一大挑战 那包括就是税的部分 对他们来讲也是一大的考验 1973年5月6号台东首次议诊 上人在台东关怀平病时 发现生病的民众长一没钱就医而延误病情 因此从5月开始定期定点举办议诊 免费施医 试药 上人实在是非常的慈悲 遗诊的当中有一个人家说他哑巴 其实是活龙有问题的啦 讲话人家都听不懂的啦 他鼻手画脚一只鼻 我们也不晓得他在鼻手画脚 上人很仔细地听一看 然后呢 他说啊 他的爸爸生病 他的爸爸生病很严重 然后上人都马上 带了医生到那个乡下去看 当时在台东镇首次举办的议诊 共服154位患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